来自韩国的神秘嘉宾 她们是顶级女团 她们受万众瞩目 她们会是脑力界的兴奋剂 还是会成就无人能解的难题 让我们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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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们是来自韩国的天安 将年有请 猪球老 掌场剑 中国的最强大脑在哪里 在哪里 你的天赋就是人类的台湖 欢迎由核桃屋领导主台 六部核桃为你独家冠名播出的 最强大脑 在这里我们要让智慧飞扬起来 我们要让科学 六部核桃屋领导主台 这个没想到今天 把我请出来的是这六位 非常可人的美女 我想问一下 因为到这个舞台上来 我们除了演艺之外 我们还要参加最强大脑的项目的挑战 请问 你们这次来的任务是什么 现在是不能说的秘密 秘密 好的 那么现在呢 我们就请比阿拉稍作休息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 六部核桃最强大脑 最强大脑呢 由核桃屋领导品牌六部核桃 独家冠名播出 经常用到很多喝六部核桃 要旅游找途流 牛人专线品质游 节目首播期间呢 打开微信摇一摇 途流现金同胞领不停 看最强大脑选牛人专线 那么您在抢同胞的同时呢 也可以参与最强大脑的模拟挑战 也许你就是下一个最强大脑 老样子 我们还有一个位置 虚位以待 那么今天到底谁 会坐在这个位置上呢 他就是我们的老朋友 你们心目当中的那一位 周董 周杰伦 我看到周董也是百感交集 第一季你来的时候是什么身份 其实我也有忘记 我那时候是嘉宾的身份 好 第二季呢 也是嘉宾的身份 第三季呢 要说的话也是算嘉宾的身份 好 因为周董呢 他老不回答我问题 第一季他来的时候 单身的大男孩 对 但是呢 在通往情人的路上 第二季来的时候呢 结婚成为一个老公的女生 原来你是要问这个 那么第三季呢 按照这个逻辑 我推理一下 对 推理一下 因为这次是最强大的 是 我是一个歌手的身份 来参加这个 第三季呢 实际上是一个父亲的身份 是是是 我还没有说今天来的目的 目的 对 今天来的目的其实呢 很重要 因为 听说这个规则有改变 这一次呢 不仅仅是Doctor Wei说了算 是 三位评审呢 都要同时爆灯 我要扮演这个最强的帅客 哦 你帅客 对 不是睡觉的帅 OK 说服大家 所以 你的任务非常地重好不好 好 请坐上你的帅位 我们就这样 在上帅 帅上帅 帅帅 帅帅 那么 到今天为止呢 我们还有十一个帅位 可以说是 帅帅 帅帅 他们到底 有谁 能够争夺 那些帅帅呢 让我们开启今天的 发现之旅 儿子 看到妈妈钱包没有 手表又去哪了 昨天陈老师给的号码 没存呢 钱包在客厅沙发里 这几个楼下 手表在出装 抽烟机 走上风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他昨天说的是 137 105 178 以真实发生的唯一一句 回忆每一个角落 全数爆出正确答案 绝不放过每个细节 距离最切的 是一个外表 看似小孩 脑力却超于常人的名侦探 陈泽奇 给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 好不好 大家好 我叫陈泽奇 今年12岁 来自广州 上小学六年级 他这个样貌 我们看起来 好像是哪一个卡通片里面 观众朋友 问他叫像谁 柯南 哦 柯南哦 你认识我吗 认识啊 我叫什么 你叫杨驼 杨驼 杨驼叔叔 你知道你有多严重吗 你知道你犯的错误 有多严重吗 所以我宣布 你这个挑战 成功晋级 因为我很喜欢杨驼 这个外号 吓到他 开玩笑 开玩笑 你说的不算 对 为什么把我叫杨驼 因为杨驼身上很多 都有白毛的 而你头上呢 又很多白毛 而且特别撅嘴的时候 我特别像杨驼 是吗 很可爱 其实呢我们每个时候 都有童年这一段嘛 周围的小朋友啊 也会叫我们这个名字 和那个名字 我好奇的是杰伦 你小时候有没有昵称 小时候黑黑的 然后很好动 因为后面有伦 就叫黑伦这样 黑伦 黑 好叻 其实我 我初好奇还蛮多的 突然 发片之后 变叫周董了 比如说那时候 我很喜欢管自己的造型啊 MV怎么拍啊 他们就觉得说 你就很像唱片公司的董事长 就叫周董 然后歌迷都跟着叫了 OK 那最近变成小工举了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太忙了 忙忙大 认识我吗 这位是谁 认识 他叫什么名字 叫张兆宗 爷爷 所以张教授给你留下什么印象 童言无忌 张爷爷嘛 他就有一股酷酷的风范 就有点像 警犬 警犬 你的意思是 童言无忌啊 张爷爷叫张犬啊 没有 就是有一股酷酷的像警犬一样的风范 所以他的昵称是 警犬 哦 警犬 好 哲骑 告诉我们 你今天要挑战的项目是 海底总动员 为了让大家了解 哲骑即将挑战的这个项目 节目组呢 根据海底总动员挑战的规则 专门为我们在座的某位嘉宾 设定了一个挑战的项目 叫反正 很牛 到底这个即将来挑战项目的人是谁呢 他就是周杰伦 规则是这样的 挑战者在镜中观察一幅 涂牛小牛的图片 挑战者在规定的时间内呢 你要找出 你刚才观察的这个涂牛的小牛 挑战成功的话 我们会给你一个礼物 涂牛小公仔 杰伦准备好了没有 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请杰伦到舞台主要 好 杰伦 接下来我们在身后的大屏 就会出现图牛的 这个小牛的图片 给你观察的时间是15秒 15秒 准备好了吗 可以 向后转 听我口令 观察 开始 谁动 好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大屏将会出现30张图片 你刚才观察到的那个图牛的小牛 已经混进去了 话说快一点 谢谢 好 好 好 你 没有了 开玩笑 好 现在你准备迎接挑战了 请你转身 30秒时间 好了 停 好了 停 好 告訴我們答案 一 這一排 這一列 對 然後一二三的三 三 一 你確定嗎 我確定 好 三 一 答案正確不正確呢 開始驗證 正確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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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聲鼓勵一下 請科學助理 為傑倫送上 毒牛小牛公仔 好 這個小牛公 我打算加持一下 加持一下 什麼加持 我簽個名在上面 送給我們的柯南小弟 唉呀 太棒了 好 謝謝 謝謝 好 請入行製作簽個名 掌聲鼓勵一下傑倫 這個傑倫我追問一句 你剛才做的時候 你覺得會簡單嗎 其實看是簡單 嗯 但是其實在猜的時候 你會覺得 其中有很多蠻像的 都會干擾你的判斷 OK 那我相信他等一下挑戰 應該比這個難很多 好 他挑戰的項目到底 比您剛才挑戰這個項目 難多少呢 解開 海底總動員 最強大腦 怎能缺少可愛的動物呢 幾101斑點狗 醉牛道具之後 又一種神奇的物種 來到我們的舞台 這就是 來自亞馬遜流域的地圖魚 地圖魚形態獨特 色塊相似 大小相同 難以分辨 與安靜的奶牛 聽話的斑點狗相比 牠們因為不斷游動 而更加不受控 更具有挑戰性 100條地圖魚 將被單個放在 貼有編號的小魚缸中 挑戰者限時兩小時觀察 加鞭丛中隨機挑三條 放入另外有著100條 同類干擾魚的大魚缸中 挑戰者在規定時間內 找出加鞭放入的魚 三條全部找到挑戰成功 大家看到了在舞台中央呢 有一百個小魚缸 每個小魚缸裡頭呢 都有一條活活可愛的地圖魚 那麼在我身後呢 大魚缸呢 也有一百條地圖魚 請各位評審 上舞台中央觀察一下 起跑了 好 謝謝 周董 你觀察下來以後 你什麼感覺 對 就我看來其實 每次都長得一樣 再仔細看一下 其實還是有一些些不一樣的 所以你不能找那種太有特色 好 張教授 我發現牠們都是一天生的 都一樣大 就是現在我唯一懷疑的就是 這些個比較懶惰 那些個比較活躍 這些個如果挑出來之後 放在裡頭去 牠會不會在底下睡覺沉底的就是牠 地圖魚啊 是一個群聚的動物 它只有到群裡頭 集體主義 對 集體主義 它才能夠放發出個人的價值 其實呢我要告訴大家的是呢 你們在挑選魚的時候 一定要跟大缸裡頭的這100干擾像 做一個對比 要挑一個越近似越好 它的挑戰的難度就會越大 那麼把你們挑選的三條魚 放入到我背後的大魚缸當中去 三條魚必須全部找出來 才算挑戰成功 好 三位評審 請你們同時打出預判分 好 小四 你給牠蠻高的分數啊 我聽杰倫的 是呀 對 好 沒有啦 我一方面我是聽杰倫的 然後另一方面我是覺得為什麼牠難 因為第一個這些魚 你最後倒進去的時候 牠其實不受控 也許你剛剛記著牠 這張臉或者塞旁邊有一個印記 你想去看牠的時候 牠游走了牠轉到另一邊去了 可能牠沒有那麼多時間讓你看 或者牠一直就是拿一個屁股朝著你 你也拿牠沒辦法 對 我也是這樣想 因為第一個觀察已經不易了 第二個你沒辦法把看完的魚 給牠弄到一邊 說我不再看了 因為牠可能又有景點的視線 對 所以我覺得干擾特別的多 而且牠還是個孩子 所以我覺得四分 好 第一番分 你拿到了十二分 你有兩個小時的觀察時間 明白了嗎 明白 兩個小時的觀察 現在 開始 我仔細去卡了一下 我真的能看出差別的大概就是 大家都一樣頭是白的 然後靠近尾部都會有圈圈 我也很好奇全澤奇要怎麼看 我們科學家團隊為什麼會選擇地圖魚 因為地圖魚平時比較溫順 游得比較緩慢 但是當你在一個魚缸中 當我們倒入新的魚的時候 整個魚群就有的非常迅速免結 互相遮擋 這才給我們的選手 增加了額外的困難 確實在魚沒有兩個完全一樣的東西 它兩面都不一樣 它兩面都不一樣 特別是這些在動的東西 你要把它們記住的話就是非常難 這個項目的難度其實是挺大的 因為我在觀察的時候 有些魚是老是躺著不動的 所以我不能觀察全 現實觀察開始後 許多小魚卻始終沉在水底 這大大增加了觀察難度 在不斷敲打魚缸試圖喚醒魚兒 效果不佳的情況下 小選手愈發焦慮 而他又能否克服困難 成功完成這次挑戰呢 還有一分鐘 三十秒 三十秒 好 好 觀察時間到 請哲啟直接坐上東風標誌508 挑戰節奏 好 接下來我們就請評審 周杰倫為挑戰者出題 我相信你一定會出一個好題 有原因的等一下再說 好 謝謝 謝謝結論 桃子 有請 謝謝桃子 好 接下來有請張教授 好 100個小魚缸依次降下 這集準備好了沒有 準備好了 用腦時刻多喝六個核桃 挑戰開始 開始 可能排除掉那些 一會兒又游回來 對 所以這個給五分 是蠻對 可是會不會在牠們眼裡 對我們來說是一樣 其實在牠眼裡 就是很大的差別 我們第一賽季用的101隻斑點狗 但斑點狗是有主人的 在主人的引導下 斑點狗非常的安靜 就是靜態的觀察 而地圖魚 牠們的快速游動 完全不受控 這種動態的觀察才是困難的 你知道我剛剛為什麼 我剛剛挑那個原因是因為 我覺得牠剛剛就像你講的 牠不是都這樣看嗎 尤其剛剛牠看得很快 就看下一個 我想說你會不會 沒有記得很清楚 一百條鋼爾像的牠旁邊游來游去 其實每條魚的差別都是 微乎其微的 小朋友這麼快就開始寫答案了 看來鏡長得非常順利 小孩紧张了吗还是啥 他可能是不是有点不太确定 就是任务与答题完毕 你确定吗 确定 好 答题板上所写的鱼缸的编号和空鱼缸的编号 是否完全一致呢 我们请科主来给我们爆出陈泽棋所写的第一条鱼的编号 大家好 我是S&H48的孙瑞 下面我为大家揭晓选手陈泽棋所选的第一条鱼的编号 28号 好 我们申请拥有28号的这一排的鱼缸 开始 有一个空鱼缸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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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个是对的 28号 上去 这一排的鱼缸 好 我以为他一条鱼都找不到 没想到他找到了 小朋友还是有让人意想不到的能力 吓到我 怎么会这么厉害呢 可以一下就找出那条我找的鱼 好 我们接下来研证泽棋给的下一个答案 4号 我们就申请4号所在的这一排的鱼缸 开始 没有 没有 完了 好像没有空的鱼缸 答案不正确 挑战已经暂时高一段落 没有空空 因为杰伦呢 他很讲究证据 然后要讲科学 既然你们讲的是科学 所以他觉得他没有足够时间 去观察到最后那一缸 所以他就特地去挑了那一缸 但是你还有最后一个答案 我们来看看是不是对好吗 要不要看下去 算了吧 算了 好 我们尊重 泽棋的意愿 我们就不验证第三个鱼缸了 为什么要放弃 说不定还可以证明 这一关完全可以过了 但是没想到今天发挥四场 还记得我说的签名吗 一个小朋友来讲压力是蛮大 但没关系他很有骨气 他说不需要了 没关系他下次再来参加就好了 对对给他点掌声好不好 好 谢谢 谢谢杰伦 谢谢 德琪尽管这次你失败了 但是你年纪非常小 那就是意味着你完全有资本 从头再来 好不好 好 好 谢谢你 小朋友加油 加油 加油 在这个舞台上 证明了我自己的实力 展现了自己 其实我挺开心的 我曾经幻想自己一个人站在北黑街上 感受着你留下的组织 你曾幻想自己好像你一样 铺适一切事物 虽然说你是小说里面的人物 但是我依然相信你的存在 你是福尔摩斯 我的偶像 我喜欢好像你一样 保证每一个细节 当我将数字变成线 填出每一个空白 数读就成为了我最喜欢的游戏 我希望成为中国的福尔摩斯 我们有请挑战者 你好 你好 哎呀 这个潘子齐给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 大家好 我叫潘子齐 嗯 来自广州 华兰理工大学 土木工程专业的一名大三学生 哇 杰伦你看到他打扮成这个样子 你想到什么 想到我的一首MV 蛤 为什么 因为我写过一首歌 有关于福尔摩斯 叫夜的第七章 哦 然后也是 歌词里面讲的是推理 对 我觉得 这种会推理的人 其实都蛮酷的 重点是 你有听过这首歌吗 有 听过 因为很少有人写歌 写跟福尔摩斯有关的 对 所以这边我也故意提一下 能够写这样的歌曲 其实 其实就是最强大脑 最强大脑 最强大脑 对对对 好 掌声鼓励一下周董好 桃子 你觉得他今天挑战的 大概是个什么想 因为刚刚在这个影片里面 看到好像就是说 第几列 第几行 第几格 应该是跟速读有关系 不过想请问一下就是说 你的喜欢的这样推理的逻辑 跟速读之间 会不会对你来说太小而科了 如果看田的话还可以 如果盲田的话就有一定难度了 比如说报纸经常会出一些速度的题目 你大概是多少时间内就把它搞定了 如果有一点难度的话呢 可以在三四分钟之内搞定 三四分钟 对 所以他是不是其实像你讲的 如果是盲田的话 他的困难度是 对 几何倍数的相似 几何倍数 了解了 我看到他这个样子 刚才小片是讲的福尔摩斯英国的 让我想起来英国还有一个人 这个人创造了世界上第一台计算机 图灵 图灵这个人 在他20多岁的时候 他是剑桥大学毕业的 以后到美国去普林斯顿大学去读博士 就是在他28岁的时候回来 因为打仗了 二次世界大学打仗了 那么德国呢 沿着了一种恩尼格马的一种密码机 没有办法破译 英国就在一个云林奇顿 一个公园里边 一个小镇上 组织了一堆社会上的 一堆奇怪的人 其中这个图灵 他就填速度很厉害 只有他搞出来这个恩尼格马 创造了世界第一台计算机 是逻辑学 数学 人工智能 计算机 他都是大师 好 志祺 你在这个舞台上要挑战的项目是 盲田立体速度 那么谈到盲田速度呢 其实陶子你也知道啊 我们在这个舞台上的第一季 就有一位选手 他叫孙瑟然 对 他盲田速度 而且呢他取得了成功 那么今天呢 他要盲田立体速度 我会请出一位专家来解释一下 这个挑战到底有多难 那么这位专家只是来自 中国速度国家队队长 北京速度运动协会 常务理事 晨晨女士 我们有请 你好晨晨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我想请教您一下啊 这个这题是您出的吗 是的 为什么出这个题 因为在速度界 我们都做过这个立体速度 然后呢 在最强大脑的舞台上 我们也完成过盲田速度 但是从来没有人 能够完成盲田立体速度 这个比平面速度要难很多 所以今天在最强大脑的舞台上 我也希望能够见证这个项目成功 嗯 我们让观众朋友们更直观的能够感受到 它出题的用意 我们先来看一看啊 孙策然那次的挑战的题目 好吧 请看 好 这就是他之前挑战的那种标准的速度 对 这个标准速度我们看到是有九个弓的 对 然后现在在这个基础上 我们首先先添加一个弓 嗯 然后我们需要把这九个弓拆开 然后把这十个弓用一个特殊的构造 然后把它搭成一个立体的形状 然后在这个立体形状中 它们相互关联 然后首先这个关联度更复杂更纠结 然后这个题目的难度也更大 啊 明白了 我能不能再追问一句 如果说咱们今天的紫棋挑战成功的话 在咱们中国的速度队当中 它处在什么样的地位 在盲田这个项目上 目前我觉得国内可能还没有人能够完成这个盲田立体速度的项目 所以他是第一人是吗 应该是 掌声鼓励一下 关于这个挑战的项目更深入的了解呢 我们来看一下规则 请看 盲田立体速度 十面九宫格组成的不规则的立体速度 嘉宾随即给出三个数字 再给出三种颜色 挑战者观察题目后 将一至九的数字 以九种颜色盲田于立体速度宫格中 确保每一立体行 每一立体列 每一个九宫格内的数字和颜色 均不重复 正确田丸 挑战成功 那么在舞台上呈现给大家的呢 就是我们晨晨女士呢 为咱们的紫棋呢 出题的这个道具哈 所有的横向边相邻的九个宫格构成了行 总共呢是六行 纵向边相邻的九宫格呢 它构成了列十二列 这样呢实际上就有十个平面挑战者将一到九的数字和九种不同的颜色呢 放置在相对应的宫格内 最终呢要使得十个平面的九宫格十二列六行当中的数字颜色是不重复的 我觉得这应该是这五分的程度吧 五分 五分是满分的嘛 那么我相信其他的评委已经都了解了是吧 好 我们请晨晨女士呢稍作休息一下 好 接下来 请三位评审同时打出你们的预判分 是不是 这证明了什么 证明了什么 证明说我今天来是对的 说服大家 这是第三季到目前为止的抢位赛 我看到的第一个预判分是满分的十五分 我想问一下小四啊 因为你通常是要求比较高的 对 为什么 一方面他填速度本身就是考验他在这个专项领域的能力 当然我相信不用质疑全世界有很多很多的顶尖高手 但是同时盲天他需要记住所有的位置 需要记住我们每一个评委给的位置 所以无形中也是在考验他的记忆能力 我们希望是选拔出中国的最强战队代表中国去参赛 那你越多一项能力其实在最后的国际比赛里面 其实你会越全能 对 所以我非常希望他可以有非常好的比赛的成绩今天 好 我印象非常深刻是第一季孙策然他在盲田的时候 事实上他到后来越来越吃力 而且他前面还填错 对 那现在这个 这个我觉得已经是立体 难度是 成倍的 跳成倍的增加 我们推出这样的一个道具 有可能全世界的数读天才都得到这个摄影棚来试试看 所以我们欢迎各国的高手都来挑战 来 飞 我希望中国真的要出现图灵这样的人物 好 那也没办法 好 子齐 准备好了没有 我准备好了 请您坐上东风标志508挑战 节座 有请 好 另外子齐 在你答题完毕确认之前 你可以任意地修改你的答案 你明白了吗 我明白了 明白了 好 其实说这个话容易 要我做任意修改答案 我前面的答案我早就忘记了 好 对选手来讲的的确是非常困难 接下来请三位嘉宾朋友为子齐出题 就 因为你是 你把颜色和数字就分离开一点 不要放在 不要齐聚起来 如果把这道数读 想象成一个巨大的迷宫的话 嘉宾的出题呢 也就是在这个巨大的复杂的迷宫里 还要人为的设置障碍 所以在选手的解题过程中 他就需要分析 每一种可能性 并且记住所有的可能性 那么我们三位评审随机出题 已经出题完毕 现在我想问一下专家 因为我们有时候会遇到无解的情况 请林告诉我 刚才三位评审所出的题有解吗 目前嘉宾给出的数字和颜色都不一样 所以这道题目是肯定有解的 肯定有解的 对 哦 这有解的 好 虽然嘉宾出的题肯定有解 但是选手在解题的过程中很容易自己走入死胡同 导致到题目无解 自欺 评审已经出题完毕 准备好了没有 我准备好了 请 看题 我最怕就是两个数字和两个颜色出现在同一行或同一列上 这样会很干扰我的平时的解题习惯 好的主持人我已观察完毕 好的主持人我已观察完毕 好 观众朋友 他在做的时候如果说他出现错误的话 灯光闪烁表示他出现错误 我准备好了 好 用脑时刻 多喝六个核桃 挑战 开始 要旅游找图牛牛人专线品质由广告期间别走开 打开微信摇摇图牛现金红包领不停 看最强大脑选牛人专线 六个核桃最强大脑精彩稍后继续 六个核桃最强大脑最强大脑呢 由核桃乳领导品牌六个核桃独家冠名播出 经常用老多核六个核桃 先从B面第一行第一个开始填 第一个8 绿色 第二个黄色2 5 蓝色 橙色6 一般选手解题的时候要按照一行一行或者一列一列的顺序去填 解每一层的时候要考虑相关联的层的数字 避免数字和颜色出现成故 桃色1 我其实想把3D的速度展开成2D的速度 然后我看看应该怎么解 当你试图把这个展开成2D的时候你就发现非常困难 第二个9 红色 第三个白色 7 返回到B面第二行 第一个 青色 9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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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橙色 六 黄色 选手才解到第二层 记忆量还不是很大 但随着铁温的攻格越来越多 记忆量越来越大 所以后面解的难度才会逐步加大 返回到B面第三号 白色 四 一 紫色 第三个橙色 六 红色 七 去到D面第三号 第一个 蓝色 二 绿色 三 去到A面 橙色 二 桃色 四 白色 去到F面 四 紫色 第二个蓝绿色 去到E面 八 紫色 桃色 三 一 蓝色 他一路坐下来都非常的顺哦 那当时我记得孙策燃来的时候还发生错误 然后他不知道到什么时候才回头说我那个错了 所以这个选手真的是缺强缺强的厉害专业 填了一半的别人很厉害了 好像没改的 他到现在为止没有失误是吧 没有 白色 他现在没有之前那么快了 现在越来越慢了 我怎么看他表情有点痛苦啊 我感觉他现在出现了什么问题 我们嘉宾给出的初始条件是黄色和蓝色填入了E面和G面的同一行 这样就五个面是相关联的 分别是A面 C面 I面 G面 H面 这就极大的考验了选手的运算能力和逻辑分析能力 第二个七黄色 第三个红色 四 第三列 第一个 青色 五 看到数字和颜色同时出现在相关面的时候 其实我当时更紧张了 我必须要确保每一步走得不能慌不能乱而且不能忘 去到G面 G面的第一行 八 青色 我设计的这个区域是这道立体书读的中心地带 也是最难处理的 而嘉宾又在同一行中设计了两个色块 这样选手在解题的过程中要始终考虑到这两个色块的干扰项 这使得这道题难上加难了 后面才是真正的难度了 真的 为什么 前面已经约束了所有的后面东西 嗯 去到爱面 第一行 第一个 白色 五 第二个 橙色 九 橙色 橙色弄错了吧 这个时候他出现矛盾了 他掉入了我们嘉宾给他设下的陷阱 第三个绿色 他的思路现在已经出现了明显的混乱 这个时候如果他不能及时发现错误 并且纠正这个错误 就会出现满盘皆输的情况 其实我当时已经非常疲倦了 其实我当时已经非常疲倦了 我自己也不确定自己到底是对了还是错了 我现在说这个时候 我还没有 走 好 好 那 一 各 白色 颜色改一下 第一行第二个改成红色 第三个改成桃色 爱面第一行 第三个数字 六 挺让我意外的 连续两次的出错 它都能纠纵过来 当时真的为它 年龄把冷汗 挑战者真的非常厉害 返回到G面第二行 我重新把之前填过的 六个面 五十四个格的信息 在脑海里过一遍 才知道了错误的点 去到这一面 从左上角第一行开始填 第一个黄色 一 第二个三 现在看起来 它前面填的功格 好像都是对的 但是数足的特质就是 当你填到最后一功的时候 才可能发现 已经没有答案了 所以这就像走迷宫 你可能以为 已经走到尽头了 但是发现 这是一条死胡同 第三行 第一个七 绿色 这是我最紧张的事 如果在最后一面上 出现错误 它就必须推翻重来 但是它这时候 已经没有脑力 能够重新做一遍体 第二个二 第二个二 第三个桃色 第三个桃色 最后一个数字 如果落下的话 就一锤 并赢 结果是 六 第二个桃色 然后用手 特别 用手 好 好 太棒了 小伙子 真的是蛮佩服的 因为这个技艺量真的太大了 太大了 不是说填完这个事情就过了 填完我还得记住之前 我所有填的位置 那之后我才能去确定他的位置 所以我觉得真的非常的了不起 好 周董 我觉得称他为中国的福尔摩是 对 当之无非 这么大的孩子 应该会选择我的战队 就我觉得他可以加入我们战队 我是盲宁 他是盲田 他当然应该来我的队了 六个核桃 最强大脑 多的位 会给你打出多少难度系数分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 三十 三十 六十 结果是 一百三十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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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得到这一棵树 有一个学生式 今天我们给的是三个数字 三个颜色 这跟我们平时的常识不一样 我们做应用题的时候 做数学题的时候 初始条件给得越多 其实会越容易 对 但对数读来说 你给的初始条件越多 那你的约数条件越多 那你的可解的范围就越少 所以他 对他逻辑推理 对他运算的要求越高了 所以他就是我们 需要寻找的最强大脑 好 恭喜你成功晋级 并且获得了最强大脑 荣誉新章 接下来我们请周杰仁 为你佩戴最强大脑 荣誉新章 好 谢谢 谢谢两位 那么拿到这个新章 就意味着 你可以进入 中国战队的荣誉殿堂 小伙子 去吧 好 恭喜你成为中国战队的 议员并可以有机会 斟酌全球脑王的荣誉奖杯 那么请你坐上 红红标志508 荣耀 节奏 去吧 我们有请下一位挑战者 我最新的转租海边的一个小行李 今岁下来我就跟我妈妈生活做一个 他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人 记得有一次 我保安民发高兴 是我妈妈邀我去顶户的卫生所 他全面照顾我 自己都没顾着吃 离开我妈妈以后 我跟我爸爸妈妈做这个生活 他没有时间照顾我 要做安民 但是我跟一个人在夜晚外出来 偷偷老百姓 我变得很怕黑暗 对黑暗中的点点更 越来越敏感 熊熊这块 和你 还不会放高党来玩 有一天晚上 我实在太想念奶奶了 我克制对黑暗的恐惧 独自走上回奶奶家的路 凭着零碎的记忆 在黑暗中摸索 把那些微弱的光点组合 跟自己记忆中的影像匹配 阿妈 我到来了 回奶奶家的路 我一辈子都记在心里 这次来到最强大脑 我就想告诉我最亲爱的奶奶 阿妈 我要和和表现 我和你和我一辈子 我们有请挑战者 你好 你好 转车的对吗 是 请你几岁 请你23岁 好 23岁 对 哎呀 小伙子非常的年轻啊 冰凶时有天我刮我 有啊 转队有 转队有 多久有瓜 蝸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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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励志很阳光的 因为 其实我是周董的粉丝 我到现在还记得就是 05年的时候你的专辑是 十一月的小方 然后当时我在读初一 然后我攒了好久 攒了六十块 就买了一张正版的 十一月的小方 然后就超兴奋的听了好久 你啊 好 你说你喜欢蝸牛这首歌嘛 对对对 对对对 那我们大家一起合唱 送给他 好 二 三 所以我要一步一步往上趟 太阳光 静静看着 谢谢 小小的天 有咖啥的梦想 走不一天 我又属于我的天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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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其实听到他的马达舞 是非常的亲切的 是 在台湾常常用这个迷南话交谈 然后其实周董也写了好几首 很成功的这个台语歌 那对然后讲到说 讲到说奶奶 那我们不知道说 今天奶奶知道你来最强大脑吗 还跟奶奶住在一起吗 现在没有 因为我现在已经就是 上大学啊然后还有工作 其实都不在家乡那边 不过刚看到那段影片 我相信连周董应该都 有眼眶偷偷含泪的感觉 我跟这个郭导演都一样 我们是属于比较感性的人 所以刚刚那个剪接的VCR 我觉得非常的用心 其实在刚刚看那个VCR的时候 我会觉得他应该小时候 是比较乎屁 比较自闭 比较孤独的一个人 但没想到他上舞台的时候 整个人非常的阳光 非常的活泼 所以这个反差也让我蛮惊讶的 他到现在为止 依然还不能够关灯睡觉 他必须在家里面开着一盏灯 你那个小的时候经历 特别像我小的时候 我小的时候上学 路上走就是那个坟地啊 光点到处都是光 我们叫鬼火 对 我就一直特别害怕 在那种情况下 我想的办法是干什么呢 我自己半夜的唱歌 我做诗 这个黑暗恐惧症 我的办法就是用光明去战胜它 用写诗 用浪漫去战胜它 来 既然我们讲到黑暗 所以我们这个项目可能跟光有关系 对不对 对 告诉我们 你要挑战的项目是 光点美人 其实这个项目运用了我们动作的一个捕捉的技术 为了帮大家更清楚地了解这个项目 我们特别地邀请了 SNH48的戴萌 大家好 我是SNH48的戴萌 好 欢迎戴萌 舞台暂时留给你 好 我们看到戴萌的所有的舞蹈动作 现在已经被同步地采集到了大屏 请将机器人的画面转化成为光点显示 好 同样的光点的位置呢 我们可以进行360度的转化 好 谢谢戴萌 请你稍息休息 谢谢 我跟你们一样感到好奇的是 清博即将挑战的项目是什么呢 请看 光点美人 韩国女子偶像天团 Tiara组合 空降最强大脑 身体成为最性感考题 六名成员同时演绎舞蹈舞蹈 近千个动作 百分之九十五的相似性 专家用动作捕捉技术同步采集 形成与之对应的三十段动态光点影像 挑战者观察Tiara表演后 嘉宾将光点影像打乱 嘉宾任意选择Tiara组合中的一名成员 挑战者需找出该成员所跳舞段舞蹈 对应的所有光点影像 全部正确则挑战成功 当韩国百变女团遇上酷炫动作捕捉技术 会是一场怎样的视觉滔铁 在我的左侧 就是本次挑战所要用到的电视墙 好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 这个电视墙是由Tiara的成员动作捕捉数据生成的 那么每一列是同一个成员当中舞蹈动作的演示 看到了以后有什么想法 如果是我来做这道题 如果这个跳舞的人我对他很熟悉的话 其实我看数据点我是能知道的 比如说我举例我对吴亦凡和陈学东 他们两个走路的姿势非常熟悉 那我也能知道这个是谁走路的 动作数据采集下来的一个东西 但如果他对Tiara的六个女孩子没有那么熟的话 我觉得这个是会对他造成一定的困扰 OK 先解决一个问题 你是Tiara的歌迷吗 讲实话 我姐姐是 她姐姐是 说你自己不是 我是周董的粉丝 她是周董的粉丝 她既然像刚刚大家对光点的技术都讲了这么多 如果他也在关节处 而且有点的话 其实点连成线是蛮容易的 还有看他展示的角度 因为刚刚其实示范了360度 我发现头顶是最难的 因为线索比较少 那如果正面的话 还蛮好研判它是什么动作 我想我们就可能加难度 如果要像更难的话 就像桃子说的 刚才那个顶视角肯定是最难的 有原型的规则 只给了正面的角度 对 所以我们希望能完成正面的角度 然后再做顶视图 这个难度大 这个难度大了 对 因为头顶你带透视 所以会更难 顶部视角 然后给你看光点 你也要找出我们评审 为你挑出来的 那位成员对应的光点是谁 好 你确定吗 确定 好 我相信他的这个好 好 对你们打预判分 和打难度性数分 是有参考的是吗 三位评审 对项目的规则 已经难度 已经了楼之掌了 那么接下来 请三位评审同时打出你们的预判分 好 十二分 猴子 你打得好像是比较低的三分 对 因为这些点连起来 如果从正面 事实上是可以判断出动作 但是当然 因为我刚提了 如果他能从这个头顶 看出来的话 我相信那个 大特位的难度性数分 会让他加分的 好 有信心吗 有信心 请上 观察位 好 好 接下来我们就请 这个项目的最强出题人 TRL出场 来 欢迎各位 又重新的回到了舞台 我等你们喊完了以后 我再讲下去 好 谢谢 OK 好 这个结论 等一下他们要跳舞 对不对 那我想问他们说 他们觉得这个游戏 这个比赛很难吗 我们 如果挑战的话 我们一定会不会选择 很难 是吗 是吗 刚才跟你讲话的 那位是谁 周杰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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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你怎么知道 我非常粉丝 谢谢 哦 可是你们知道她结婚了吗 对 当然 当然 老子啊 其实我看到 韩国的美女啊 我是很难分清楚的 但是呢 我发现她们有共同的特点 这个眼睛啊 又圆又亮 哎 你们是吃了六个核桃上来 谢谢 谢谢 好 其他几位还有什么问题 没有问题 我们只是在看一个现象 就是当人碰到颜值很高的异性的时候 是 智商就会降低 对 对 你们的选手现在感觉怎么样 我觉得我的 选手都不敢敢是够的 用眼睛往这边看 对啊 真的害羞了 你要停住啊 好 接下来 听我口令 清波准备好了没有 准备好了 Tiara准备好了没有 准备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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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请Tiara为挑战者出题 准备好了 词圆米 准备好了 只是玩中 很心塑 蓝 connecting 你之列 年轻人看了这个美女 小脸蛋 腿这么长 身材这么好 这都是干扰项 她们实在 就是穿着打扮 包括她们的舞蹈动作 都是比较艳利的 真的对我会有一点影响 现场观众的一些 突然的尖叫声的话 是会吸引我的注意力 分散我的注意力的 其实会替阿远很担心 觉得她是不是在欣赏这个舞手歌曲 然后欣赏舞蹈 我觉得她很像一个宅男 很像一个宅男 痴痴地看着他们跳舞 选手需要在连续五首歌曲的时间内 记忆六位 Tiara成年的舞蹈动作 并将其想象成光点 轨迹 对应每一位成员 然而 面对人际天堂 活力四射的舞步 异常喧闹了现场 拳手是否能够克服干扰 成功完成这场挑战呢 好 翻查结束 谢谢 谢谢 Tiara精彩的表演 谢谢 也请Tiara到旁边稍事修行 加油 加油 好 观察结束了 现在我们请苏清波坐上东风标志508 挑战杰座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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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现在我们请科学助理为我们的评审嘉宾 递上题板 请把原来的30个机器人的画面的顺序 全部打乱 主持人嘉宾已出题完毕 好 现在我们请科学助理将嘉宾所打乱的顺序 一一地对应至电视墙 主持人嘉宾已出题完毕 好 现在我们请科学助理将嘉宾所打乱的顺序 好 请工作人员展示动作捕捉机器人的画面 好 请将机器人的画面转换成为光点 好 请将机器人的画面转换成为光点 接下来就请周杰伦为苏清波出题 请你在Tiara的成员当中任意挑选一位 我要给一个提示好了 给一个提示 听说一位成员他从高中的时候听我的歌曲 你好像很了解他们 对 因为刚刚在后台他也说他高中的时候 我想说 哎 我年纪有这么大呢 他在高中的时候 所以 好 谢谢 谢谢杰伦 请博 周杰伦为您挑的Tiara的成员是 朴昭妍 好 好 主持人给我两分钟准备时间 你需要两分钟的准备时间 你听清楚我刚才报的名字吗 朴昭妍 好 请你 进行整理 好 主持人我准备好了 好 主持人我准备好了 好 主持人我准备好了 听我口令 用脑时刻多喝六个核桃 挑战开始 优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 主持人我答题完毕 好 现在呢 只要苏星波 所选择的五个位置的名牌 都是选手朴昭炎的话 并且题板上 所写的歌曲的顺序号 跟咱们在电视机名牌上的顺序号 是完全一致的话 它才算是挑战成功 轻薄的答案 选手给出的苏昭炎一号动作的坐标是 第二行 第六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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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她揭开之前我想问她本人 知不知道那是她 啊 저도 사실 잘 모르겠는데 对 我才会被选择 哦 那么她选择到底对不对呢 请解开 啊 怎么办 啊 怎么办 正确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 这个成员的名字 是不是朴昭炎 观众朋友们 我要告诉大家的是 Tiara成员当中 有三位姓朴的 好 来 开始 朴正确 好 是不是昭炎 我们来看 来来来 来来来 正确 二号动作的坐标是 第四行 第一列 二正确 正确 好 请报 第三题的答案 三正确 看名字 赵正确 四正确 来来来来 赵正确 好 现在我们其实看次序已经不重要了 看名字就可以了 来 五号动作的坐标是第三行第五列 第三行第五列 揭开它的名字 我完了 和其次序已经不重要了 和其次序已经不重要了 哇 太棒了 太棒了 厲害 真棒 來 非常棒 好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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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波 接下來的挑戰 按照多個都會給你出的提示 必須從頂角來對 隊員進行判斷 OK 請 清波 走上 東風標誌508 挑戰節奏 加油 加油 好 各位的位 既然是你出的提 接下來我們就請你在Tiara的成員當中 挑選一位 有請 好 哇 請你起立 清波 好 各位的位 已經為你選好了 Tiara 這一位成員 賢 恩 敬 聽清楚了嗎 聽清楚了 好 為了保證挑戰難度 評委在二輪挑戰開始前 對電視牆進行了重新排序 選手也要在頂視角的狀態下 完成光點動作的觀察 哇 面對難度大大升級的二輪挑戰 選手能否頂住壓力 挑戰成功呢 從頂部去觀察的話呢 就把下半身的很多動作的細節 都已經被磨掉了 難度又增加了 挑戰 開始 哎呀 這個扶腳路這樣看下去是非常難的 因為很多動作其實 跟你直接這樣正面看是完全兩回事 那個觀眾能不能就稍微安靜一下 好 主持人 我答題完畢 好 那我們接下來就驗證 他的第一題答案 選手給出的一號動作的坐標為 第四行 第四列 意義正確 好棒哦 整個成員當中 只有一位姓賢的是嗎 是 是的 好 只要其實看到姓 我們就可以算他這個答案是正確的了 開始 好 第二題 二號動作的坐標是第五行第六列 正確 好 來 正確 好 三號動作的坐標是第一行第三列 開始 開始 三 三 三 正確 姓是谁呢 谁来说啊 调 调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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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点 第二行 第五列 是不是四 是 走 走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个姓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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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好 最后一个 轻波 有信心吗 有 有信心 好 五号动作的坐标是 第三行 第四列 第三行 第四列 只要验证性就可以了 没问题了 来 结果是 来 来 大胆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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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厉害 太棒了 果然抱了一下 好 我们也对Tiara的清新的支持 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谢谢你们 请休息 谢谢 太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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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于成功了啊 我不问你成功的感觉 我问你恩惊抱你的感觉是什么 有点 有点错落 好 能不能成功的晋级 我们现在并不知道 但是刚才给你打的预判分是12分 现在兜的胃 重任在你手上 他应该肯定能晋级了 晋级没问题 六个合套 最强大脑 兜的胃 会打出怎样的难度系数分呢 让我们拭 一带 三十 六十 来来来来来 来 多大 啊 啊 什么 最后的结果是 72分 都会给他打出的难度分是6分 都会 没有道理吧 我觉得大家看这个景物觉得非常精彩 对 那个点非常纷乱 但是它还是能识别出来 其实人脑的神奇就在这个地方 啊 人脑擅长找到有关人的信息 就像我们对人脸识别特别厉害一样 另外一个我们就对人的运动信息 特别的敏感 这个在我们领域叫做生物运动 那科学家就会看 我如果把人的本型给去掉 去留下光点 那人能不能识别出来 可以 人光靠光点 光靠他整体的运动的形态 我们可以猜出人的身份 他的性别 包括他走路的情绪是什么样子 我们都能够猜出来 人非常非常的敏感 所以 本来这个项目只有4分 但我加了鼎氏以后 从另外一个不熟悉的视角来看 你就需要另外两种能力 一是空间旋转能力 第二是需要一定的推理能力 那可以让他再加2分 变成6分 其实是在舞台上观察的时候 我发现 每一曲舞 中间有一两个动作 它们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他都不需要靠生物运动信息 他完全就可以靠这几个动作 就能够判断出他们的身份出来 所以这个难度就大了降低了 所以我只能够给6分 6分我觉得有点太低了 6分我觉得有点太低了 对 确实是也是低了一点 我其实不太同意说 你看完一个视角之后 你可以自动去想象另一个视角 确实你可以假想 当我从顶上看的时候 是什么样子 但是往往人只能是去假想 你真正看到的时候 你还是会非常的不一样 确实有一些动作只有那一个女生做 其他女生是不做的 比如说有五个女生都是蹲在地上 但是有一个女生是站起来的 这个确实是可以作为我们所谓的破发点 但是我插一句 如果我们选择的恰恰是那个四个蹲的当中的其中之一 它就没有意义了 站的那个人就没意义了 这就是我想说的 其实刚刚选的有一位女生 第一位女生 她其实是四个蹲的里面的 然后第二位选 第二位选的一个女生 她是很高的一个女生 她跟另外一个一样是个子很高的女生 她们两个几乎做了一样的动作 第一段是那个女生跳的 第二段同样一个曲目 一个副歌Cycle的时候 是另外一个女生做的 我有专门看这个记忆 所以说其实从这一点来说的话 其实这个选手的难度 并没有Dr. Way所谓的四分这么低 而且我还是不得不说回到前面几次的比赛 你知道我们有一场比赛 两张图也是光点 而且那个光点是不动的 就是两张图同时放出来 让你去找拿掉的几个点 你猜Dr. Way打了几分这个难度 你猜Dr. Way打了几分这个难度 田伦 我觉得小师说的很多话都非常容易 你猜一下他先不要关 你先不要打对我 猜一下是吧 以你这么激动的时候 我猜他应该打三分或四分 他打了九分 很正常 同样是光点 而且那个光点是不动的 不移动的 两张图还在上 你看这是完全是两个不同的项目 OK 你说的很多东西非常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上一次的 一个跳钢灌舞的男生 他只需要走通一个路线 这个路线 好像跟一个女人吵架一样 好像翻成年老账全翻出来 好那我不说了嘛 OK 不是因为我从没见过在舞台上 就是说 不是一条一条的来回的说 而是说这么长一段 我们都插不上话 你不用插上话 因为在你说话的时候 我也没有打断你 我也没有插你的话 那你 都不要再想 我觉得作为一个教授 你可以对一位男嘉宾说 我怎么在感觉 跟一个女人吵架的时候 我觉得不管你的修养 还是你的学识都出现了问题 好 这样子 我们一条一条的 就这场比赛 他所提出的质疑 你可以回应 对 第一 生物运动信息 其实是人脑分析的 特别熟悉的信息 第二 我们大大的低估了 人脑的这个能力 是因为 比如说我们做的有些实验 光碟都不放在关节上面 我们放在每一个质疑的中间 就算这样打乱的这种 起合关系 人还是能够识别出来 所以 在这方面 其实我们研究的 非常透了 我们换一个视角 为什么 对人来说 还是比较容易 是因为人有推理能力 这个能力 恰恰是人工智能 比较弱的 特别是我们有这种 心理旋转能力的时候 加上推理能力 我们的准确度 是圆圆的超过电脑的 就是在这方面 我已经做过大量的研究 所以我给他打分 是绝对是从专业的角度 来打出的分 我没想到就是说 小四做了很多其他的比喻 比如说 在上一期中间 那些静止的光点 我们抽掉几个光点 在那个屏幕上面 有一万个光点 我们取走了三个光点 那个选手 在非常短的时间内 找到了那三个光点 他用的是立体视觉 跟今天用的生物信息 完全不一样 所以这没有可比度 所以我说他业余 是从这个角度来谈的 我作为上面 唯一的科学评审 我没有办法 我做这个位置 我就必须讲专业的话 所以我今天 我第一次讲这么多的话 我希望能说服大家 好 我想你已经发言完了 小四已经充分地 表达了他的观点了 但是谁说服谁 其实我们这一季的 最强大脑 还有一个权利 就是爆灯的权利 一个节目其实 它需要理性 对 但是也需要感性 是 我今天来到这边 其实就要执行我 感性的那一面 好 我们三位 如果爆灯的话 哎 哎 就可以挽救一下 我的歌迷对不对 对 我觉得刚刚这个难度 因为我们也加了一些 不同的题目 然后他居然也在一个 蛮短的时间完成 所以我想要按下这个灯 赶紧 好 张教授 好 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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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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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小人 好 小人 不好意思我向你道歉 说话有点过分 你可以狠狠地用包针来打击我 我们也非常赞赏教授的这个态度 掌声给两位为科学而争辩的人 六个核桃最强大脑精彩稍后继续 最强大脑独家旅游合作伙伴扶牛旅游 六个核桃最强大脑 最强大脑由核桃领导品牌六个核桃独家冠名播出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小四小四不好意思我向你道歉 我刚才说话有点过分 你可以狠狠地用包针来打击我 我们也非常赞赏教授的这个态度 掌声给两位为科学而争辩的人 我不安 好小四已经做出了他的决定 我说明一下 我觉得其实给人机会本来就是一件好事 那严格去看待也是一件对的事情 但是我们不知道 他之后会面对怎么样的比赛 我们肯定会给他设计一个更有难度的挑战 既然你这样说的话 好 好 根据我们的规则 有三位评审嘉宾如果按下了爆灯的话 那么就意味着 清波你有机会重返这个舞台 再次证明自己 怎么样 有信心吗 有信心 我是真的蛮想替他争取这个机会 所以那个时候直接向前就 对不对 直接爆灯了 好 那么我最后想说几句话 站在我的位置 跟奶奶说几句话 他妈就是 我已经大汗了 所以说我有令人照顾好我改记 你不用担心 我没在出来的时候 你才会照顾你改记 反正我和你骄傲的 我一定会追到 我资认我改记 你别带我改记 快跑 阿杜拉 一十多年 在线索棋锅 我刚才想起那个 上线索棋 我没有在山上 上线索棋 那时候很正我 他在山上 他在山上满岳 他在山上满岳 他都没有在山上 他在山上满岳 奶奶的笑脸当中充满了各种希望 哎呦 这谁 她谁 我姐姐 她是你姐姐 这个是奶奶特地给她做的 来来来 吃一口奶奶做的菜 来 我相信这个舞台有足够的智慧 去让优秀的人能够触犯 也有足够的智慧 化干戈为玉帛 谢谢你们 谢谢 我觉得 我是人一辈子都在成长 我是当了妈妈之后才懂得怎么包容 包括工作上 大特味也惹过我 我也包容她 因为在我眼里她也是个孩子 她也有她冲动的时候 那小四非常的真性情 那我也很支持她 我觉得这个世界为什么需要女性 你们已经看到女性支持的力量了 那我觉得就让这个温柔的力量 我希望继续去让犯错的人懂得认错 然后去让失去机会的人有下一次的机会 我觉得一个温柔的力量 原谅的力量 包容的力量 不管你在哪里 她都默默等着你的支持的力量 是非常重要的 好 加油 谢谢 谢谢 所以 小 小四 再次向你道歉 真的 好 接下来 就让我们揭晓最强对手 要旅游找图牛牛人专线品质游 广告期间别走开 打开微信摇摇 图牛现金红包领不停 看最强大脑选牛人专线 六个核桃最强大脑精彩稍后继续 六个核桃最强大脑 最强大脑呢 由核桃物领导品牌 六个核桃独家冠名播出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十一岁的日本少女 石瓦领音 天赋异禀 七岁获得日本心算最高级别 十段 也是全日本年纪最小的 心算记录保持者 公认的小神童 第二季节目里 击败中国的速算兄弟 为日本队获得至胜一分 大家加油 二次赢得无论 好 节目会越来越紧张 越来越精彩 请大家持续关注江苏卫视 为你特别带来的最强大脑 感谢六个核桃 总共标志508 台湾之家 湖流旅游 以及乐视超级手机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感谢北京大学心理学系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 为本节目提供全程的科学顾问 登陆微博 参与最强大脑话题 互动 为你喜爱的最强战队加油 赢取节目录制门票 还可以参与互动答题 挑战最强大脑 感谢视频合作网站 登陆优酷独斗 爱奇艺 乐视网 腾讯视频 可以观看本节目的精彩内容 你可以关注最强大脑 官方微博进行话题互动 打开新浪娱乐 腾讯视频 腾讯娱乐 搜狐娱乐 网易娱乐 凤凰娱乐 了解节目信息 手机用户可以下载有态度的网易新闻客户端 获取更多的选手背后的故事 还可以下载搜狐新闻客户端 新浪新闻客户端 腾讯视频客户端 腾讯新闻客户端 凤凰新闻客户端 百度百科 百度贴吧 猫扑 天涯娱乐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